嗨 大家好 我是影子 今天的赤裸方舟影片中呢 我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Stronghold 家園系統 我們在家園系統裡面能做的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多 你第一次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會有做一連串的任務 大部分就是跑跑這個島嶼上面的東西 跟一些NPC講話啦 那做完之後呢你就會在我這個介面 其中呢 左上角這邊你會看到你的等級跟你的名稱 在北美服這邊有一點奇怪的是 大家看到我在左下角Stronghold的等級 他並沒有顯示了 聽說是在10等之後呢 這邊的等級就會消失不見 可能是他這個字樣太長了 所以很多人在抱怨這個 那在左上角這邊你可以改你的名稱啦 如果設定好之後呢 每次改這邊要100斤 所以設置好之後盡量就不要再改了 然後呢你還可以邀請你的朋友來 當然我是沒有在玩家園系統啦 所以我這邊都 然後你朋友進來就可以幫你點 你的家園好漂亮 你的家園生好玩之類的 他可以幫你點讚 不過我們這一群人都沒有在玩這個家園系統了 所以都沒有在搞這個 那家園系統最最最重要的就是在 左下角這邊有一個Management 你也可以按Ctrl加1 會直接打開這個選單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介紹好了 從上面選單中呢 第一個Lab就是我們的研究 研究裡面有非常多的Recipe可以選擇 主要是擴大你的家園開放各種功能 像第一個這個也很重要 第一個這個是開放你的倉庫 我們玩家呢 每個帳號都會在最左邊這邊有一個共用的倉庫嘛 家園系統會幫你開放第二頁 然後呢你繼續研究的話呢 他這邊會一直把他打開 所以你的位置會越來越大 這一個是非常有用的系統 所以如果你看到expand your roster storage 這個一定要點他 還有另外一點一定要研究的呢 是當你的主號 你的主號升到T2的時候呢 你拉到最下面這邊 會有一個把你T1衝裝成功率提升20% 然後T1衝裝所需要的材料減少20% 那把這兩個研究完之後呢 你的小號就可以比較快到T2 那你的主號到T3的時候 一樣有T2的研究 就是T2的衝裝成功率增加 然後T2的衝裝需要消耗材料減少 T3呢是當你到裝等1385的時候 我這邊還沒有到啦 所以當我裝等到1385的時候呢 我將會在這個research這邊 一樣最下面又會多出兩個 就是你剛到T3的那一套 衝裝成功率增加 跟衝裝消耗材料減少 所以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其他就是看你需求再來點就可以了 這邊其他的 其實有很多我也還沒有 還沒有研發完 那我一般要怎麼選擇研發什麼呢 通常都是直接點這個workshop 然後當workshop裡面 我們把這個viewcraftable點掉 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現在還不能製作的物品 那你點這些被鎖住 就是你還沒有研究出來怎麼製作這個東西的選項之後呢 在這邊呢他會寫 喔你要做這個東西的話 你必須要研究完這一個recipe 之後你才可以製作 然後你點下去他就會直接帶你來到這個頁面 然後你就直接點剛剛這一個 那你就可以開始製作這個你需要的道具 所以如果你沒有把這個打勾點掉的話呢 你永遠不會知道你還有很多其他的recipe 其實你還沒有開發 那另外在工作坊就是workshop裡面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 經常會用到的道具就是這些補血瓶 這些補血瓶呢 所需要的材料都是你在外面採集的時候會拿到的 除了補血瓶以外 其實這些炸彈也都是在打boss的時候 非常好用的道具 比較值得一提的是 他其實在我們的workshop 你可以把你本來的炸彈升級 像我們本來這種黑色炸彈啊 我們只要研究出下一個 我們就可以把黑色炸彈變得更強 他是有升級版本的炸彈 那下面這邊呢 他也會跟你講說你的條件是什麼 那這邊他是說我的 工作坊等級不夠 所以這個家園還要再提升更高等級 我們才可以製作 然後第二頁這邊cooking呢 這邊大部分都是給你加buff的食物 那一樣你是要研究完recipe 你才可以製作這些食物 那食物呢每個buff都不同 那有些是加體力智力敏捷之類的 這邊可以看一下 那我一般都是沒有在用這個食物啦 所以我都沒有研究這些 Structure裡面呢就是建築物 建築物呢通常只有藍色的才有buff 像這種綠色的建築物啊 都是裝飾用的 那藍色的建築物呢 你鼠標移到上面去他這邊有看到 像這個水池他就可以減你的 加元能量消耗1% 那這個建完之後呢要怎麼使用呢 其實就在我們的上面這個Manner這邊 這邊就可以看到我這邊放了一個 藍色的建築物就是剛剛那個水池 那這個火車呢是剛開始買白金禮包送的 所以以後還會有其他的建築物 你是可以放在這邊加成 不過他這個位置有限 那以後研究之後呢應該會變成3個 所以他位置是可以增加的 那既然我們都在這個頁面我們順便講一下outfit outfit其實是衣服 那其實跟建築的意思有點像 他的衣服也都是會有一些屬性的加成 那我現在因為沒有任何的衣服 所以我這邊看不到 好再來station呢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呢你盡量不要讓他有在冷卻的時間 因為我們家園最主要的經驗來源 就是你要一直前派這些船出去做一些事情 他就會給你海盜壁啊 家園的經驗啊 然後這些徽章啊等等的 這徽章我們等一下會提到要幹嘛的 還有這個愛心也可以在城鎮中的NPC換道具 那還會有一些特殊道具 也是可以拿來跟NPC換這些徽章用的 等一下也會提到NPC的部分我們會再講 所以大家看到我在左邊這邊 normal mission 我其實有兩個位置 所以我可以前派兩次 那我就是兩次盡量不要讓他有冷卻的 前派的時候呢要怎麼拿到最高的獎勵呢 首先要看他這個任務的屬性 像任務屬性他是cold snap 所以呢你就要選擇有cold snap加成的這種船 像這一艘就是 選擇之後呢我們還要選擇船員嘛 那船員如果你自己手動點的話呢 也是盡量選擇跟他這個屬性是一樣的 像他這邊屬性這個圖案的話呢 我們的船員就可以選這一個 這樣就會有額外的加成有沒有 他這邊加成就會增高 那當你也會有更多的船員的時候呢 他這個加成就會越來越高 然後你船員都可以放滿 那我這邊因為我還沒有搞什麼船員系統啦 所以這個都是以後會越來越好做的事情 那如果你直接按auto formation的話 他會幫你放置最好的設置 所以其實這些不用管太多 你就直接點那個auto formation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修船啦 你潛派之後你的船的耐久度都會降低 那我們修船呢 唯一需要用到的東西呢 就是木頭跟石頭 都是你在外面伐木跟挖礦可以拿到的東西 這個都是最基本的東西 所以大家應該不陌生 然後我們就mission start 潛送出去 這樣他就會開始了 那其實我在網路上查了一下 major這種主要任務跟下面的一般任務 其實沒有差太多 他們說就是看你的時間為主 然後選擇你自己最想要的獎勵為主 看你的徽章要哪一個 你就選哪一個任務 所以不用一定要做major的任務啦 那我自己看了一下 我感覺major的任務好像 稍微獎勵會好一點點 但是我不是非常的確定 因為網路上查不到資料 只是呢我看到這個剛剛這個8小時的 跟下面這個8小時的任務呢 上面的主要任務中 他給的徽章稍微多了一點 有沒有看到 但是也有可能是這個任務 本來就是給的比較少 也說不定 好再來special mission呢 這一個就不是那麼的重要 這個只是當你 喔如果你今天沒有時間打guardian raid 或是你懶得打小號的guardian raid 你可以用小號的人物進來加援之後呢 直接選擇第一個guardian raid 這邊有看到第一個 然後下面還有另外一個對不對 他會把最高等的guardian raid 放在第一個 所以你最好就是直接點第一個 他的獎勵就會比較好 那一樣就是guardian raid點了之後呢 你直接按auto formation 那我因為沒有傳遠了 所以這邊加成的機率很低 他這個是不會失敗的 你是一定拿得到獎勵的 但是加成的越高 你所拿到的獎勵越好 不過最終拿到的獎勵 都不會比你自己去打的來的好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有時間 還是自己去打會比較好 我一般這種special mission 我都是讓小號 高耐電瑞羅很懶的打 我才去直接把它淺派出去 那主號我是絕對不會用這個的 cube gem一樣 然後boss rush一樣 就是這些呢其實都是 你自己花時間去外面做獎勵都會比較多 那你來這邊淺派的話獎勵都會變少 所以這些我都 其實不太建議大家直接去淺派出去啦 除非你真的真的是沒有時間 你才淺派 好再來就是training camp 你剛來到你的家園系統的話 training camp不會打開 這個也是要在我們的研究室裡面 把它研究出來之後才會開啟這個選項 那開啟這個選項要幹嘛呢 他其實就可以讓你的小號 直接在這邊打木樁練等 那小號的等級呢 最高可以練到比你主號 就是你整個帳號裡面最高等級的角色在D2級 所以我現在主號角色53級 那我的小號就可以升到51級 也就是說這個遊戲滿級是60級嘛 那我的主號如果升到60級 我的小號就是可以在這邊升到58級 那我剛剛把我的半魔人結束訓練 他升到51級 然後我現在開始我的聖騎士的訓練 他這邊會跟你講說你最多可以訓練 五天再九個小時 這邊都有寫 然後呢其實你在訓練之前呢 他這邊會寫說 每一分鐘你這隻角色可以拿到4000經驗 那這個是完全免費 你不用耗費任何的金幣體力 什麼都不用 然後剛開始只會開一個位置 之後呢還會再開第二個位置 一樣就是在我們的研究室裡面研究 再來最後一個知識傳承 主要是讓你小號可以直接通過主線的 我們知道第一隻角色我們玩的時候呢 剛開始你要把角色練到50級 然後完成Northvern的主線任務 接下來你要把裝等升到460又有另外一個主線任務 600級有一個 960又有一個 那我們當第一隻角色 通過這些主線任務的時候呢 你第二隻角色就可以開始傳承了 那比較不一樣的是Northvern 也就是把角色升到50級 到達Northvern這個城鎮的 這一個知識傳承呢 你是可以第一隻通過 然後就傳承9隻角色的 這邊有寫 那需要消耗8個小時的時間 跟600的金幣 但是從第二個開始呢 就不一樣囉 這邊可以看到 你的13579的 就是奇數的角色 你需要自己手動練 然後24680偶數的角色呢 你在這邊就可以知識傳承下去 所以至少你要練一隻才能傳承一隻 練第三隻才能傳承第四隻 一此類推 那很多人有這個疑問就是 第二次的這個知識傳承 1000金幣呢 是跟600金幣分開的喔 所以你第一次傳承到Northvern就是花600 然後接下來如你這隻角色 你的小號又要想要 直接通過460的主線 你又要花1000金幣 再來600等的主線 你又要花1400的金幣 所以他這個不是累積上去 他是每一個步驟都是分開的 那知識傳承的話呢 你小號一定要自己來到這個島嶼上面 就是你的家園系統上面 你才可以知識傳承 所以我在這邊用主號法師 就是不能在這邊直接點 必須要小號親自過來這裡 也就是說你小號至少要玩到開啟家園系統啦 好介紹完上面剛剛那一排功能之後呢 下面這邊還有一些功能 Ctrl加2呢 或者是你直接點下面這邊 你這邊是可以放你的裝飾品的 像我如果要放水池我就放在這裡 那一樣就是擺放位置啊 旋轉啊這些都是可以自己調的有沒有 然後有些物件你是可以跟他互動 像這個火車 當然互動只是他會動一下 沒有什麼特別的功能 那除了放建築物之外呢 你還可以放你的角色 像大家看到我這邊其實已經把我的三隻角色都放在這邊了 那你角色換衣服的時候呢 他這邊也會換衣服 那角色一樣是可以擺放各個位置的 你看你自己要放哪都可以 再來就是跟衣櫃啦 跟衣櫃呢 就是我們如果把特定的NPC好感度提升到很高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他放到你的家園裡面來 而且你還可以為你的NPC穿各種不一樣的時裝 那有些NPC是不能換時裝的 這邊大家可以自己來看一下 有沒有 其實有些時裝還蠻好看的 如果你想要把特定NPC放到家園裡面來的話呢 你需要提升他們的友好度 那據我所知這個NPC放到家園是沒有任何的加成啦 所以這個 純粹就是為了好玩 那要不要做就是看個人 好再來有一個很重要的 是當你家園等級到十級的時候呢 你會出現一些藍色的任務 不是這個任務 因為我已經做完了 不過就是在島嶼中 你會出現一個藍色任務 你要把它做完之後呢 會開啟 下面這個區域 那我這邊傳送過去給你看 他進入方法在這裡 我們傳送過來之後呢 你會在這個島嶼上面發現 有非常多的樹牙阿花牙蘑菇阿 然後石頭等等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直接採集 我這邊採集給你看 這邊所拿到的道具呢 旁邊都會有一個房子的圖案 所以他跟一般我們在外面採集 拿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喔 有沒有看到這邊木材 有分在外面採集的木材 然後也有分在家園砍到的木材 是不一樣的 在家園採集 或做生活技能 你是可以拿到經驗值的 但是大家這邊看到 其實我消耗的體力非常的多 在家園採集就是有兩個缺點 你的CP值會非常的低 因為你的體力消耗的很多 那另外一個缺點就是 你沒有辦法採集到世界樹的葉子 大家如果開啟collectable選單 這個在你ESC鍵裡面就會找到了 collectable選單 然後點這個世界樹葉子 然後你這邊可以看到 你世界樹收集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呢 可以領到什麼獎勵 那在外面採集的時候 或是挖礦阿 反正就做生活技能的時候呢 你是有機率直接獲得這個世界樹葉子的 但是在家園裡面就沒有辦法喔 那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除了礦石阿 樹阿跟葉子蘑菇 會在這個島嶼上面 這邊還有一個釣魚的地方 沒有看到 這邊可以釣魚 那另外這邊還有一個傳送點 進去之後呢 你可以做其他的採集系統 像上面這邊就有很多的兔子 你可以直接打獵 那下面這邊我已經做完了 下面這邊呢有尋寶 但是尋寶很好笑的是 它不用叫你自己去挖寶 因為我們在外面的地圖 是要自己去探索 然後找到挖寶點之後呢 再去挖寶 有沒有 但是在這邊呢 它變成像挖礦一樣 它是有一個東西 然後你直接點它 你就可以採集 那採集之後呢 一樣會提升你的挖寶經驗值 但是就是提升的比較少 而且消耗的體力非常的大 那拿到這些特殊的家園道具之後呢 要幹嘛呢 其實一樣就是在家園製作 一樣在我們的工作房裡面的最後一頁 它這邊有一個farm 就是農場 這裡面的所有東西 都是在家園自己採集的時候 可以拿到的東西 然後呢你製作出來之後呢 它就會給你這些像這個藥水 也就是藥水選擇箱 那消耗的東西下面這邊 其實消耗非常多啦 所以這個是挺不划算的 只是如果你真的很懶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家園直接製作 然後就把這個箱子打開 你一樣可以拿到藥水 那記住在家園製作的這些道具 是不可以交易的喔 像我這邊剛剛好 我剛剛有製作一個箱子 我這邊打開給大家看 它箱子不能交易 然後你開出來的藥水 一樣也是不可以交易的 所以就是都是自用 好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NPC 在家園這邊你會看到有一些NPC 你跟他講話的時候呢 你可以用這些徽章 就是我們剛剛前派傳出去做任務 他會給你一些徽章 這些徽章呢 你就可以換到你自己想要的擺飾品 那如果你真的要換的話 盡量都換藍色 因為藍色有加成嘛 只是藍色它擺的數量有限 然後除了這些之外呢 下面這邊還有一些NPC 先給大家看這個 這個NPC呢 你可以跟他換材料 這邊可以看到 用綠色或藍色的石頭 你可以直接換成白色的石頭 那一樣 綠色藍色的樹 可以直接換成白色的樹 然後呢 你還可以把你的採集的花朵 換成這個粉末 然後再用粉末呢 換成花朵 他就是 如果你有其中一種 像我白色可能太多 那我就直接換成這個粉末 然後再用這個粉末 直接換成綠色或藍色的花朵 他這個系統只是 純粹讓你覺得 如果你有其中一樣東西太多的時候 你可以換成別的 但是換的比率會稍微少一點喔 這邊大家要注意 100個白色只能換80個粉末 然後100個粉末才能換50個綠色 所以他這個比率是會降低的 好再來上面這個NPC 這邊是要用徽章去換到我們工坊裡面製作所需要的材料 第一頁呢 這邊是換到一些主菜所需要用的道具 然後下面這邊呢 如果你的其中一種徽章太多的話呢 你也可以用這個徽章換成其他的徽章 所以徽章是可以轉換的 當然也是會扣掉一些手續費 那第一頁這邊是香料的部分 我們一般主菜會用到 那第二頁呢 這個是製作工具的時候會用到的 那第三頁的話是製作Powder of Sage 我看一下我身上有沒有 然後在這裡 他這個是讓你T3的裝備如果轉換技能的話 成功率可以增加 那我目前是用不到啦 不過在後期可能會用到 所以這個就是製作這個粉末的其中一種材料 那製作一樣都是在我們剛剛講的就是工坊 一樣在工坊這邊你可以找到製作的方法 好再來上面這個NPC 其實也差不多 他這個也是材料的一種啦 像這邊有煮菜的食譜之類的 這些Recipe你就可以把它當成是材料的一種 因為你在製作的時候他就會自然要求 你要有這個Recipe你才可以製作這個東西 再來最後就是旅行商人 旅行商人會出現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在上面這邊可以看到他出現的時間 這個NPC呢他出現時間是6個小時 這些NPC一般出現的時間都挺久的 那你就可以來逛一下他到底有賣什麼 像這邊有賣復活羽毛有沒有 那復活羽毛你覺得划算的話你就可以直接買 因為復活羽毛其實常常會用到 然後還有賣有機會開到基因卡的這個道具 所以有需要的話都可以在這邊買 你也可以偶爾來逛一下看有沒有你需要的東西 然後Open Cell比較好笑的是只有 拜訪你家園的人可以買 你自己是沒有辦法買的 所以你要去拜訪其他人的家園你才可以換到這一頁的東西 最後一點我這個還沒有開放 不過以後會開放的東西 當你家園系統開啟Feast 就是把吃東西的系統開放之後呢 這邊會佔一個處置NPC 然後你可以點這個Menu 點這個菜單之後呢 你就可以選擇你要加成的BUFF 他的BUFF持續時間有兩個小時 有些是加攻擊有些是加防禦等等的 而且你還可以邀請你的朋友過來這邊一起吃這個BUFF 所以在後期要挑戰很高難度的副本的話呢 這一個系統就非常的有用 所以以後我遲早要研究這個東西的 目前是等級還沒有夠啦 然後最後一點我跟大家講一個非常方便的 離開島嶼的方法 很多人都是在做完島嶼的事情之後呢 你就會點F2 然後點這個Songs of Escape 他因為需要泳唱的時間 而且他還有一分鐘的冷卻時間 所以呢會比較慢 那如果你想快速出你的家園的話呢 你直接按M 然後點右鍵 他就會顯示你在進來島嶼之前的位置 然後我們就這邊就可以直接傳送有沒有 直接傳送 這樣就會比較快的出去 好啦以上就是目前這個版本完整的家園系統介紹 那以後呢 其實在韓版他們還有開放一些家園的寵物農場啊 之類等等的 你可以拿到一些寵物的實裝 那現在因為我們還沒有開放 所以我這邊就 也沒有辦法給大家看畫面 沒有辦法介紹 那這些新的系統 我就以後再介紹給大家好了 好啦那這個影片就到這邊 告一段落 謝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或覺得我影片有幫助讓你的話 記得幫我點一個讚 分享 訂閱把小鈴鐺打開 然後也可以加入我們的Discord群 大家一起組隊 方便大家一起討論 那我會把Discord群連結放在這個影片的下方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再見 掰掰